英国将斥资数百亿 新建三叉戟核潜艇 英国在全球事务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虽然有些人认为 以一个海岛国家而言 其权力不成比例 最主要是由于英国拥有核武攻击力 本周英国议会一面倒的通过 将继续维持该武力 7月18日星期一 英国国会下议院投票表决 以427票赞成 117票反对 通过更新英国三叉戟核潜艇舰队 这是该国唯一的核武系统 该舰队包括4艘先锋级核潜艇 由于潜艇使用核反应器推进 因此几乎侦测不到 这些潜艇可装载40枚核弹头 132名军人 以及多枚鱼雷 每艘潜艇长度约为150公尺 三叉截潜艇的核导弹射程 范围可达7500英里 可让英国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发动空袭 该舰队总部位于苏格兰法斯莱恩海军基地 其中一艘潜艇中年巡航全球各地 英国政府估计 三叉戟潜艇舰队造价约为400亿英镑 但有意见指出 随时间推移 该项目可能将耗思超过2000亿英镑 三叉战潜艇